亚裔联盟竞选委员会教育基金最近举办了新闻化发布会 庆祝青少年精英培训项目圆满结束 参加这一次培训项目的学生当中呢 有六位都获得了在民选官员选区办公室的实习机会 亚裔联盟竞选委员会教育基金近日举办了新闻发布会 庆祝青少年精英培训计划圆满结束 联邦众议员赵美心 加州众议员周本利等都出席到场 参加这次培训项目的学生共有27名 其中有六人获得了在民选官员选区所在办公室的实习机会 我非常感兴奋在这次培训项目的学生 这将会帮助我们的年轻人 能够理解决定政策 这将会鼓励他们进行政策 我非常感谢Denis Wong 因为他帮助它为了他的任务 为了保证更多亚洲西洋人 在政府和公共的服务 所以谢谢Denis Wong 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因为它可以令我们下一代学生 有机会学到我们在做 比如说议员或者是国会议员 周议员所做的每一天做什么东西 然后让他们知道 他们在做决定要走哪一条路的时候 学什么东西哪一个科的话 他还可以知道喜不喜欢这个方向来走 所以我们就让他们有机会 让他们培养这个兴趣 过两个多月的这个方法 申请了27个人到美国国会的 加州参议员的中议会的进行实习 那我们有27个的培训是 每一周我们就有这个参中议员 他们来进行培训官员来进行培训 所以对我们这个亚裔进行的参政议证 是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 项目的负责人表示 希望在未来举办更多这样的活动 培养更多的华裔青年领袖 在未来的政坛上为华裔团体发声 中报电视采访报道